多倫多唐人街,少年被行刑式槍殺。 這間名為大可爾海鮮酒家,由華裔夫婦經營,上個星期六凌晨3時,一個大飛虎隊面罩的槍手從後門進來,不發一言,就直接走去其中一台客,向一個17歲越南少年後腦開了一槍,然後後門走人。 死者是學生,多倫多明星報報道,初步知道他沒有涉及犯罪活動,兇手的動機不明,據聞都人心惶惶。 警方通緝兩個華裔涉案的黑人青年。 跟班旗分享進行� detail。 Psychology跟班旗分享進行窖橋。